二十名在馬來西亞涉嫌 詐騙電信案的嫌犯 被遣返桃園機場 排隊蹲在地上 等待警方一個一個查驗身份後 待會訓問 各位可能有涉嫌到詐欺的嫌疑 那是我們今天的程序 就是要徵得各位的同意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訓問 嫌犯反抵國門後 警方當場向他們說明案情 被遣送回台 嫌犯似乎都覺得鬆了一口氣 因為原本先前傳出 大陸方面已經派出飛機 要將一共52名的台灣嫌犯 通通帶回大陸 本來要送去台北 你知道多少 我送 我送 送到台北 他送多少 送到這裡 我們的啟動的機制 大概比較完整 而且以前的都按照慣例 馬來西亞政府也都尊重 國籍主義來成立 這二十人因為在台灣 沒有涉案或遭到通緝 台灣也沒有他們 在馬來西亞的涉案資料 監禁無從立案 一上飛機 其實就恢復了自由之聲 監禁在他們抵台後 警方只能在機場發給通知書 請他們自貼在馬國 涉案的過程 之後讓他們離開 讓他們在台灣爬爬燥 後續刑事局 將因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聯繫機制 請大陸提供相關的案情資料 並報請檢察官向陸方取得 眷證繼續偵辦 借林中正桃園報導 到 到 對